好 看完這支中平的籤 下一支師傅 也是一支中平的籤 又中平嗎? 對 至少99籤 這麼多中平的籤 第十九十九 99我們先看看故事 韓文公不遇雪 這支真的不平 第一句是在雪涌橋頭馬不前 哎呦 那些是阻礙 一開始就爛了 爛起了 踢腳 走不了 直接啥白雪 疑疑 瘋狂如腐莫開船 一切都停頓了 對 動都不動 馬又走不了 船也開不了 對 怎麼停 水流花借人垂色 早立堅心 致勿偏 要堅定意志 堅持 停就停 阻就阻 總會風雪過去 我就可以走 師傅 只要立定心智就可以成功 會不會是這個意思 對 遇到很大的難關 到秋 冬天才叫你 早立堅心智勿偏 即是流年也要捱 今年也是要慢慢的 不見到有過關的那個像 但你又要咬牙關 起碼這一年可能會有很多波折 但你不會因為這樣而放棄了 大仙的意思就是這樣 對 沒錯 你放棄了 回頭也不能回頭 因為其實韓文公如說 是他的故事 就是為何會去到這裡呢 雪涌南關 馬不前 他被貶 貶 因為在夜夜 即是只有一個伯仁 快馬加鞭去那個地方 去到這裡就堅持 其實是雙重的 那個打擊是 故事就是這樣 其他方面的財運又怎樣呢 這個財運 即是福無從之禍不單行 即是你保住的 能夠就已經好了 即是等你危機過去 才有一個翻新的機會 事業也是 有幸難消 有怨難囚 你的希望其實是不能夠實現 不過你保持實力 第二年 或者將來有機會 如果是問病比較差一點 因為比較危險 如果過到第三季 第四季 就會刺激 即是過到第三季 水流花借 這個就比較是一個信號 不是那麼好 危 病得越重就越危 當然 如果過到的話 就可以過了 未必立刻好 但起碼危險期就過到 對 恩怨當然就 恩怨就好像沒什麼忙 是吧 但這支籤因為 絕絕逢生之獎 就不要放棄 是吧 如果是結婚的 那些仲天國方 即是有分離之獎 就不是那麼好 那家宅就最差了 家宅就各山東西 人利採山 現在就法定為寧 絕對不和諧 自身就有官妃 意外等等 讀書就不是最差的那隻 駛車邊緊緊可能就合格 所以就要努力一點 嗯 我想了解完這九十九籤 來到最後一支籤 就是一百籤 這一支是唐明王賞花 聽到名字已經是很刺激的一支籤 很有趣的 從第一支籤到第一八支籤 最初那支籤和最後那支籤 其實那一支是一種 叫做密極必反 即是僻極太來的意思 其實第一八支籤已經到盡頭了 如果你好的話 就已經是最好的了 你就防變壞了 如果是差的話 就差到盡頭了 就會變好了 這個就要看你在什麼狀態下 這就是第一八支籤 那種的含意 這是其他籤毛的 我們解了它 究竟想說什麼 我們中吉明王賞花 很開心 百花是勁放賀陽春 一年之遲萬長更新 所以這就是更新 進轉新 但是新 究竟你是去絕處轉新向好 還是高處轉新向壞 這就是大師給我們一個啟示之人 末素莫言窮運至 不一定是最壞的 第一八支籤 不知疲極太來臨 大家要掌握才行 所以求財時內運轉 你就按照我們所說 究竟你是在什麼狀態 求到這支籤 需到盡還是好到極 如果是差的話 就不用怕了 來明前哼人 然後過了就不刻了 即是光明復現 但如果問其他問題 最多人問 除了事業和財運 最多人問其實是因緣 是 桃明皇上花一拼 立即 這支籤是一個非常重桃花的 一支籤 但比桃花還好 還是桃花絲 即是 好就轉壞 壞就轉好 即是有這個意思 對 沒錯 這要自己掌握 自身有轉變 即快底支籤 最低支籤也是 有轉變 那種轉變 其實如果你不想在其他方面轉變 你不妨可以去旅行 去更新一下 即可能現在的運氣是不錯的 你當然不想轉 就可以做其他事情 對 他好像承認了他 沒錯 要問病 要是死 要是好 很有趣的 很極端的 不只是求到的 這個 即是要大家去換美 那好吧 100支籤已經介紹完了 下一次我們會有觀眾來信 下次見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到通天地 www.taoist.tv 下一次 下一次